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反独裁 但是空拍画面这样拍下去 哇 五千人吗 大家看完就 对 可是五千人好像有一点落差吧 甚至还有PTT网友分享说晚间第一视角的话 没得到红椅子空空的 然后甚至还有去现场的人说 因为太空了 后来就在收椅子了 把椅子收一收 那也只有一些人这样坐在这边 看起来好像不到五千人吧 那PTT网友就开始在下面 就在那边堆砌这个留言 讲说什么五千人 这个太谦虚了 这是五十万人吧 还有人说这太保守了 至少有五万人起跳 蓝白不会算数才给你们算到这五千人 那还有人讲说 可是这是因为没有红酒牛排 所以这个今天青鸟就不来了吗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青鸟熄火了吗 那还有这个就是有记者 是不是绿营的媒体的记者 都忍不住在现场讲了心里话 因为他们当然会被拍到现场 需要连线嘛 那可是呢 这个粉砖 谁把绿色变成恶心的颜色的这个粉砖呢 他们是直接到了现场 然后他就说他做梦 这个做梦非常好 做梦就是可以免去一点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听到绿媒记者对话 说都没有人要拍吗 要采访吗 怎么弄啊 人少成这样怎么拍 他们有在叫人了啦 大概1800就六点左右会到 为什么要1800呢 晚间新闻就是从1800开始的 所以是不是晚间新闻要这个挂框在主播旁边 要人潮要有气势 所以1800再来就好了 下午没有关系 下午就用别的事情带过就好了吗 那他青鸟消失是因为没有好料吗 结果去到现场 就说有民众送来西瓜六颗 然后香蕉六百公斤 还有凤梨十二支 希望大家在这个檐下消消暑 那还有就给一些粥来吃 人家讲说 这个天气三十几度还吃粥 大家越吃越热 这个捍卫民主啊 这个不是不是那个捍卫啊 是那个汉流夹背的汉 汉的味道很重的 汉味民主 他说不然好歹给几个牛排嘛 让大家抓抓走 所以拍下去 哇空空的 就说怎么差那么多 油党艇还这么惨 上次是有红酒顿牛肉 然后饼干啊 能量饮啊 便当啊 很澎湃 这次没有 人也没来了嘛 那再来就是 这个王定宇就讲说 他很感动 因为昨天有下雨 他说坚持不离开的青鸟们 然后这个好感动哦 加油 然后人家讲说 你怎么没有去现场陪青鸟淋雨呢 人家讲说 我们懂了啦 这叫做哥布林 哥哥不会去淋雨 哥布林在这边哦 原来果然是哥布林啊 那所以王定宇就被人家酸了 因为他po出来这个青鸟照 哇 这个滂沱大雨啊 照起来 很多青鸟在这边哦 这旁边是树哦 这不是青鸟哦 这是树 然后这边是青鸟 青鸟在这里 然后青鸟在雨中 然后还有这种 他们就说 哦 这个有雨中这种什么背影鸟之类的 但是呢 不好意思 鸟不会去哦 那到底是什么 为了要摆拍吗 你看哦 比起来哦 这个拍摄他拍出来的雨滴很明显哦 雨丝相当的明显 难道是特殊角度吗 那你看看还有触及者就做了 就说 这个王定宇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子啊 上回遇到沈柏阳 自己人也是啊 踩着我的背进去 踩我的背 然后就是都叫年轻人上 然后他自己就搁在后面看哦 那这一次也是搁不灵啊 搁隔不灵雨啊 你们去灵就好了 总是这个样子吗 那再来看看 青鸟现在也变成了一个网路笑料 人家在传一个画面 就说主办单位哦 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喊 然后说这个画面听起来有点荒谬啊 我们来听听看 谁干的这个坏事 警告洪梦凯 跟着喊 警告洪梦凯 警告易云之 警告烈云之 警告王洪威 警告王洪威 警告李艳秀 警告李艳秀 警告罗志强 警告罗志强 警告徐巧新 警告徐巧新 袁之哥有感受到被警告了吗 有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威胁感 警告哦 涩涩发抖 我们看完是一阵沉默跟点点点 就想说这个 然后呢 就不知道后面是什么 就警告警告警告 然后所以就被人家讲说 这有点荒谬 然后呢 你看看他下面讲说 这是不是又拖着幼儿上街洗脑 他说在青鸟活动里面 最感动的是看到一个大概五岁的小朋友 胸前挂着一个牌子说 在家里我是阿嬷的金孙 在青岛东路我是民主的金孙 所以小朋友也跟着被拉上了街头 那再来还有一些大学生讲说 他们现在没有挺青鸟是什么 我才被他变成这个绝亲被笑了 原来现在当青鸟是在年轻人当中 是一个会被笑的事情吗 他说在threat上面掀起一股反思的风潮 大家很多人就觉得说 好像民进党跟我们讲的不是这样子 好像国会改革法案也不是民进党讲的这样子 而且去那边还要被监控 手机你要被监控 所以当然年轻人听到就觉得 你原来从头到尾在骗我吗 还有青鸟甚至还传出内斗的消息 说这个活动连身边最绿的朋友也完全不在乎 当初太阳花那一套看起来好像不太管用了 一个连中心思想都不知道在干嘛的活动 只会一直讲反独裁就民主 到底会有多少人来呢 就是开始有一些年轻人有不同的声浪 那再来还有台南人担忧说台湾会完蛋 老柯讲什么 没有有民进党在就不会 他说现在青鸟遍布圈台 这个蓝白胡作非为 道行逆施都是在自我毁灭 但是看起来他好像喊得很凶 可是青鸟并没有真的被他给喊出来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今天这个最头条新闻 结果你说去运营众 院内有一个人 你说 你说你要照谣 不要照谣 好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呢 一个造谣的委员他是说了什么呢 他是说这个警察是要来镇压民众 但事实上这个警察其实是要保护这个立法院长 今天不论是蓝或绿 这个警察来就是保护这个院长身份的安全 就像是保护元首 不论是蓝或绿当元首 都是要保护他的安全 可是他可以跟你这个 错置这个概念就说 这个警察来是为了要镇压民众 那难怪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冲突 我们先来问一下旺哲 我今天看到的不是叶元支 是叶师傅 叶师傅 叶师傅 叶师傅上升的 叶问上升的 你看今天其实叶元支跟这个 王定宇两人这样的互杠 其实我觉得对叶元支来说不是坏事 因为过去大家看的话 王定宇他讲话有没有公信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一清二楚 尤其是今天是在立法院的走廊上 互骂 这不是在绿营节目上互骂 这是在立法院的走廊上互骂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 因为当下所有的媒体都在现场 不管是蓝绿白的媒体都在现场 大家都会报导 这件事报导出来之后就变成说 王定宇跟叶元支两人对决 那我就问谁的形象好 当然是叶元支形象好 这个还用讲吗 大家要知道王定宇过去的事情 大家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我也不用多说 不用Google都还记得 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你看王定宇当下 后来跟叶元支在互相隔空交 直接对决的时候 当下是有点恼羞成怒 我看画面他后来有顶你 他顶你还说叫你不要打他 后来就不断的跳针 因为不知道要讲什么 就不断跳针下来 那显见 我觉得叶元支也是有风度 他就直接讲我没有造谣这件事 而且他把他王定宇指控他的事情 讲得一清二楚 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动用警察圈 我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元支其实后来也在 回到办公室开直播 也把事情说明了一切 我觉得这件事情回过头来看 其实因为现在大家讨论 罢免这件事情 很多人过去会觉得说 这个元支委员过去可能是 可能比较柔弱一点点 但是今天看到了 叶师傅 叶师傅要一个打十个 他有站立起来 我刚刚在网络上 非常多的这些观众朋友跟网友 或是兰茵之者都在帮他加油 都帮他话销 说你今天做得好 那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效应 就是说很多过去兰茵之者 可能对元支委员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可是他今天 他会跑到你的身上来 他会帮你加油 会把你认为就是自己人 然后你以后出什么事之后 他们会力挺你 会造成这样一个效应出来 所以如果说 为什么今天这场吵架 对你不是坏事 因为你对战的是王定宇 如果是其他民进党委员 那我不敢讲 或许他们可能 形象比王定宇好 或者说什么之类的 可能就有其他话题 可是你今天对战的是 王定宇委员 对 而且王定宇他其实是 特别又讲到了 像是这个青鸟行动 又感动 然后但是讲了半天 就是足以显现 他好像是一个出一张嘴的人 但是这次的青鸟行动 的确让大家感觉说 怎么好像有点消风 我觉得这是青鸟行动 最大的消风就是 王毅川造成的一个效应出现 因为你看 昨天有没有人 有人 但是人非常的少 为什么 很多过去 大家说青鸟行动 有可能学生 或是有些家长 或什么之类的 会来到现场来看一下 他不见得支持青鸟行动 但是他会来看 可是自从王毅川的事件之后 不止这次的青鸟行动 大家看 礼拜六礼拜天 民进党来办各地的宣讲行刑 其实人都不是很多 有人说青鸟不是变放鸟 是变老鸟 就是原本大家说 青鸟的年轻人这一群不见了 就可能是因为 王毅川的那一段话 深深的影响到很多 可能中介或泛绿的 青绿的选民 就是偏绿的一些选民 他们觉得说 那我今天站出来 我会被我同学笑 我会被我朋友笑 人家都已经在 对你的手机信号了 结果你还出来 大家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但问题是 昨天这一幕 我坦白讲 我觉得民进党 最要不得的一个点是 大家都在领域 结果你们躲在办公室 在上面拍照 照理说你们应该是 下去帮他们加油才对 你们怎么会放声 这一群鸟 然后自己在办公室拍照说 你们加油大雨大家没离开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 一个最大的失误点 就是说你今天 你要号召群众上街 你应该要有同理心 而且这样看起来 你在办公室拍照 你感觉好像在数落他们一样 所以难怪你 清廖行动不会成功 因为大家觉得说 你在冷气房吹房 你们这些高官都在办公室 要吹冷气 然后拍张照 想要煽动大家 可是问题是 大家都还在领域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两天 你说人会不会比昨天多 我觉得会 但会不会比上次还多 我觉得肯定不会 好 来问言之哥 对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今天早上会这样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 王定宇这么爱造谣 其实他造谣 也不是只有造谣我 他常常到处造谣 所以我心里 一直有一个OS 就是如果我有机会 遇到王定宇 我一定要跟他喊一句 王定宇不要那么爱造谣 然后今天早上就遇到他了 就真的喊了 我喊了 然后他就过来要跟我理论 这个故事是这样 我30秒讲一下 就是说王定宇造谣我 说我有PO言书 要叫韩国瑜动用警察权 去驱离民众 导致于很多民众 就跑来我的脸书留言 说要罢免我 说怎么可以叫警察驱离民众 可是实际上我没有PO脸书 我也没有这样子讲 后来我就说他造谣 后来他就找到一个 接受中天访问的一个图 说有 你有说要动用警察局 我根本都忘了这件事 但我实际上去听 我当时讲什么 我讲的是说 韩院长因为被限制人身自由 而且他都受伤了 我觉得立把院长 应该也要被保护 被警察保护进来异常 我讲的是这件事情 这是有错吗 行政院长要不要保护 立法院长要不要保护 监察院长要不要保护 动用院内警察权 保护院长不要受伤 这有错吗 但王定宇知道没有错 他就把他扭曲成说 我要警察去驱离民众 所以我非常生气 他就是他把我没有讲的话 塞在我嘴巴里面 然后今天 好 他过来理论 他也不跟我理论 我就说 他就说你有讲警察权 我说可是我讲的 不是驱离民众 是保护院长 你有讲警察权 你说谎 他就一直挑针 一直挑针 那我说那我们来对话一下 不然各说各话 他就恼羞成怒 我只跟人对话 他真的这样讲 他说我只跟人对话 然后他就开始对我人身攻击 说我也有的没的 我说你不用人身攻击 我也不会讲你的私德 要讲你私德也很容易 但是今天大家就是 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后来他就走掉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懂了 我今天假设我建议 王定宇去台北 找一个饭店住 结果他泡台北去找别的女的同居 假设是这样 然后最后他还怪我说 你有没有叫我去台北 有没有叫我去台北 有啊 我有叫我去住饭店 你干嘛去找人同居 一样的意思你知道吗 我有讲警察权 可是我讲的是保护院长 你为什么要把我讲警察权 说是去驱离民众 这两个就是不一样的事 所以你就是造谣 你要嘛就是中文不好 你要嘛就是恶意扭曲 那你就是这种习惯人 他王定宇后来还接受媒体访问 他骂我说 他说叶元智中了黄国昌病毒 我跟你讲 立法院最可怕的是王定宇病毒 就是立法委员问证 都是靠这样造谣 有趣事实 这才是让人家觉得唾弃 好 来问问哥 这个袁志兄恭喜 恭喜袁志兄 不过刚刚翟轩谈了一大堆的青鸟 那蓝鸟呢 你怎么都没有谈蓝鸟呢 我跟各位解释原因 因为蓝鸟明天才集合 蓝鸟比较累 所以青鸟是19 20 21 蓝鸟就直接21号集合 为什么人家19 20 为什么蓝鸟不来 我也不晓得 所以我们都不谈蓝鸟 蓝鸟比较懒 所以这也很奇怪 这国民党6月22开始办活动 6月21是明天表决 明天6月21没有错 明天表决6月22办活动干嘛 这个太深奥了 这个一定要由朱立伦主席 来帮我解释一下 6月22在好多地方 台北 新北 什么嘉义办活动 人家都表决完了 你办活动干嘛 听说民进党 在下个礼拜开始 民进党也有活动 我都觉得很奇怪 这个刚刚 这个是之前在 这应该是从儿童医院 往下拍的这个角度 这个旺哲应该比我守立法院 各位绿营的朋友 听到罗旺哲昨天这样子 我们这个明天见 他说明天的人会比较少 因为表决是 跟各位讲的表决是21号才表决 今天才20号人怎么会多 人会变少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人数的多或少 这个我觉得不要这样子看 官方你看说这个还有这种 这个够 动员退伍军人一日游 那才好 还有餐厅又吃饭 这谁出钱 这我也不知道 而且这个国民党 袁志兄 请问你是动员100还是150 我看报纸我看不懂 他说苗栗以北的国民党立委 一个人要动员100或150 为什么 怕没有人 没有人 这个因为翟萱很清楚 旺哲你也很清楚 我们一定是开双框 青鸟开个框 蓝鸟开个框 明天就会开双框 然后看哪边的人比较多 这边都是老头子 这边都是年轻人 然后要比创意 比CUSO什么的 蓝鸟有胜算吗 我是比较 我是比较担心 最后讲一下这个今天 这个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也看了一段的现场直播 看一看之后 我跟他讲我的结论 基本上袁志兄 已经闪过这个罢免了 这个非常好 这个要感谢王定宇 王定宇应该去拼台南市长 你看到这画面 你有看到林俊宪吗 没有 你有看到陈廷飞吗 也没有 王定宇下次就跟叶元支 你们有赖吗 约一下 在一个地方 我这样讲 袁志兄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要告诉大家 一般很抱歉 如果我有得罪的地方 一般蓝的跟绿的人 看的是很肤浅的 只要你骂王定宇 你就是英雄 只要你奠益元支 你就是我们的这个偶像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看得很浅 只要你骂民进党 不管你骂什么 只要你把郭民党糟蹋蹋 你就是我们绿营的什么 这个很浅 很肤浅的东西 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在立法院这个对决 我就问大家一去当我的结论 我想旺哲兄也很清楚 假设今天他们在立法院 走廊遇到的时候 旁边都没记者 他们两个会吵吗 搞不好两个就约吃饭 约喝咖啡 没有记者在就不会吵 就是因为记者在那里 怎么可以输 怎么可以示弱 一定爱挖 不过今天表现不错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满回来